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首先先带大家来看到端午节就快要到了 103年宜蘭县龙州锦标赛 也正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 今天在东山河畔也举行了龙州开光点睛的即将典礼 祈求比赛顺利 而今年赛事队伍比以往还要多 总共有7组46队要来一较高下 想必赛事一定相当有看头 103年宜蘭县龙州锦标赛 将在5月31号到6月2号来举行 今天主办单位在东山河畔举行龙州开光点睛即将典礼 仪式隆重 以祈求今年的比赛顺利 再摆 三百 再摆 三百 一辆 一辆 台 來,敬安 宜蘭縣推廣龍舟運動有成 今年共有7組46隻的隊伍來參賽 競逐各組的錦標 縣長要求比賽務必安全第一 當然我們相關河域的安全皇屋 都在張局長帶領的蝦王隊的帕輝亞迪 一定會在整個場域當中 隨時來注意各位的安全 所以各位的安全 希望也能夠遵守工作同仁的引導 大家都能夠遵守相關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要求 安全是我們這次比賽 一個至高無上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今年的縣龍舟賽公開男子儀組競爭最為激烈 共有14隊來報名 而公開男子甲組有8隊 公開女子組有6隊 國中男生組8隊 國中女生組3隊 社區村里組有4隊 以及新增的企業外勞組3隊 是近10年來報名對數最多的一年 有7組有46個隊伍 那也算是參與的這個對數 一年來是最高 當然一方面為了要鼓勵大家 踴躍來報名 我們今年特別把獎金提高了 就是讓各位在奪標的目標上 有更高的自我期待來挑戰 我希望我們每一隊都是最好的奪標的隊伍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一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